好,同学们,这个就是给大家准备的非常非常每个人都喜欢的电子产品 20台iPad和两部苹果吧 为了这么多的数量就是为了能够提高中奖概率 同学们都来试一下手气吧 小姐,其实我一直想和观众们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就是你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结婚了呢 等我喝口水再告诉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们猜 现在给大家介绍我们男装店双十一的活动 首先呢,全国全场包邮 买了两件,就可以获得我们三合一的精品棉袜 以及围体,还有打底衫,好底相送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降价环节 进店呢,就是送20元的无门抗讯会券 也就是说呢,全场所有的产品直接就降了20块钱 还有50元100元的无门抗讯会券,限量发送 然后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工抢半小时 这个活动呢,就是前一分钟第二件半价 二到十分钟第三件免费 十一到三十分钟第三件半价 然后就是我们男装店重头戏中的重头戏 秒杀,就是拼手速的秒杀免单环节 全天11次秒杀 在十一个时间点前一分钟内最快下单的同学 我们就直接免费 然后我们男装店的大奖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会在全天所有下单的名额当中抽取五位 送出1110元的现金红包 然后还有一个奖品大家都非常想要 就是全新iPhone8手机一台 好,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红色卫衣 这件红色卫衣呢,是采用的LV和Superme的最新卫衣经典的方式 它超大的这个脸帽 还有这个袋鼠,袋鼠都落一边秀 让你紧真实上,不落后,非常的潮 它身上这个面料都是百分百纯年定做的 然后上面的这些小的这个图案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logo 还有非常好看的这些图案加上去的 非常的酷 然后这件衣服的整体的这个手感呢,非常的厚实 里面的这个面料呢,也有佳容的 让你在冬天也不会感到很冷,对吧 然后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在室外,你加一件外套也就绝对OK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搭配的这件外套 它的设计感非常强 它这个整体呢,是一个美式休闲的风格 你看,它这个面料是采用的是淘皮的面料 摸上去啊,非常的顺滑,非常的舒适 它这些小装饰呢,就是皮条左边 它就是索扣装饰 让你显示你非常的酷 然后这上面的logo呢,都是刺绣的 会感觉非常的高端上涨刺 然后最最关键的来了,它就是里面的用料 这里面的用料都是摇立容的 摇立容呢,会让你感觉非常温暖舒适 就是非常有感觉嘛 然后看看我们的用料 整体这个用料,绝对不含糊 满满的里面全都是 然后你这个冬天,绝对的温暖 都会这样 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地理棉衣 采用的是防风防水的高材质 高密度材质 然后里面呢,填充了非常保暖的羽绒丝棉 这衣服整体看上去呢,非常的蓬松 再加上港仔复古的攀松版型 就看起来格外的厚实 然后穿起来呢,却很轻松,也很保暖 然后胸口呢,这边有我们logo 然后背后呢,是大面积的自母樱花设计 再配上我们的绿领 穿起来呢,就感觉非常的年轻,精神俐落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和小杰一起穿的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呢,它的面料也是全棉的 然后里面呢,做了加绒,非常适合秋冬季穿 它整体的风格是上宽,下窄 然后在裤脚口这边还做了收口 然后还有这儿,这个走线和这个自舊 让这条裤子呢,看起来不那么单调 比较时尚,而且呢,很百搭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原创品牌的话 双11,就来我们的淘宝小店支持一下吧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款高帮时尚版鞋 外面材质呢,是反绒皮和PU皮的拼接 配合一些印花点缀,让鞋子更加年轻化 内里做了加厚处理 冬天穿柔和保暖 鞋底是白色的软质橡胶大底 任意折叠扭曲都不会变形,不会断 我们外设店呢,前500下定的 就可以送出我们非常精美的入耳式耳机衣服 然后168元呢,买一送十 这个带着里面的东西都送给你 然后99加9块钱 就可以获得我们超大桌垫一张 也有引磨款的 然后呢,就到了大家最最关心的降价活动 首先进店就可以零五块钱的优惠券 然后呢,满一百减十块 满二百减二十,一丝对推 到这个满一千减一百 然后这个,我们这些活动是叠加的 也就是说你满一百块钱 就等于说直接减了十五块钱 再配合上全淘宝的跨店满减活动 比如说你双十一还给你女朋友买的东西 给你爸爸买的东西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淘宝店的 一并付款就可以再减五十块钱 其实这样的活动力度呢 在外设店来说 已经是接近于亏本了,对不对 对,然后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淘宝店的特别福利特别活动 那么在双十一当天 凡是在淘宝店消费满三百二十八元的用户 就会抽取两张电电影 当然直播过程中也会抽取两张电电影 所以加起来一共四把电电影 当天呢,还会有十一个免单活动 当然最劲爆的是有我们当天有十个整点秒杀 各大时间段会放出 我们秒杀的那个活动内容呢 是有电器耳机 电器鼠标 电器键盘等等一系列外设 非常非常的划算 大家来试试手气 最后呢,凡是来给我们店买那个荣耀王者键盘的用户 前一百名都会加送一个超级炫酷的手托 先到先得 下面给大家推荐这款键盘 就是我们双十一主推的一款键盘 叫荣耀王者机械键盘 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这个键帽 采用这个测课技术 非常的简洁大方 市面上一般的键盘都不会拥有 非常有特点 然后这个材质呢 也是这市面上一两百块钱键盘没法比 大家试试一下这个键盘 然后这个旋转按钮 就是调节音量和就是灯光的 然后现在吃气也比较火嘛 像你飞机上比较吵 就按一下就静音了 再按一下就有声音了 强烈推荐给大家 就是前一百名呢 还会加送这个超级炫酷的手托 先到先得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鼠标 这鼠标 这摸上去呢是采用这个轻肤材质 就是摸上去像小女孩的手 有种初恋的感觉 这个不同种的灯光 感受到不同种风格 然后这个基础款呢 只要99元级 值得一试 好了 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小竹风 电竞游戏耳机啊 首先它的这个外观啊 非常的时尚前卫 它这个侧面的旋转按钮啊 可以调节音量的大小非常的方便 然后作为专业的游戏耳机 它的隔音性非常好 像我以前玩刺激啊 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打我 我的状态都是 我是谁 我在哪 谁他妈在打我 但是自从戴上了这款耳机之后 我能准确的知道敌人的位置 听声变味 极高我的吃鸡力 天天吃鸡 天天吃大盘鸡 就是这么牛逼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情书最新一期的DOTA第一视角 那么上一部视频啊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后 这个非常非常的过瘾 首先 对吧 七杀活女 然后看完了视频 还能看到 全电竞啊 亏本活动最多 呃 这个八 两部iPhone八 二十部iPad 对吧 这个是抽奖的奖品 由此可见啊 咱们这一次的力度非常大 这个奖品的照片呢 也已经这个拍在微博啊 DOTA QS DOTA情书 微博上了 真买 真抽 真送 啊 那么这一部视频呢 这一部视频 半人猛马 这一个英雄 我知道大家一定这个知道基本玩法啊 但是呢 这部视频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细节 啊 几个这个装备和路线上的差别 很多人玩游戏啊 这个玩到一定的瓶颈期了之后 也许啊 进入下一个境界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等级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点醒 对吧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这个呃感受啊 啊 就比如说你 在玩卧三的时候啊 在玩3C的时候 在玩CS的时候 对吧 玩C的时候 雷要怎么扔 对吧 战术要怎么样去运用 有时候真的只要一句话啊 你就豁然开朗 那么这部视频呢 你将会学到一个非常非常超级屌的半人萌马 很多我看了留言啊 上一期视频 有很多同学在说 这个上一上一期视频看的非常的入戏啊 很有代入感 为什么啊 因为我这几期视频 对吧 都在讲游戏 之外的东西 都都在基本上啊 都都在讲游戏 对吧 这个核能同学哎呀看到我就是哎呀 这个来个段子来个段子啊 这咋的我是 我我我都隐色我 我是不是 那么这一盘啊 咱们面对的一个见胜走中单啊 大家可能这个见的比较少 但见胜中单也是一种主流 是吧 他可以利用他的就是高攻速啊 前期这个穷鬼顿出门对吧 然后这个攻速又特别的快 然后攻击呢也比较高 来利用这个补刀压制 再加上他自己的二技能啊 快速的出魔品 抢服又厉害 这个英雄到六级的单杀能力 特别的强 所以啊 像宙斯啊 这样的英雄啊 剑胜 是一点都不怕的啊 有时候说 夸张点 特别容易还能单单杀宙斯 啊 因为 宙斯打他 对吧 他 又不是用C 他可以出魔棒 然后呢 啊 打的比较疼了 他可以用一个二技能啊 叫做大棒子 这个棒子呢 宙斯也打不掉 对吧 他能够一边回血啊 一边补刀 一边还这个正反补 然后呢 吃了你的就是反补之后啊 他有这个等级优势 有了等级优势呢 啊 这边我这个补刀有点水了啊 有了等级优势呢 对吧 就比你先到六 先到六的话 这个一个走位失误 他直接对吧 没有兵线的时候 就过来月塔强杀你了 而且加上剑胜 现在这个相位鞋 对吧 中单剑胜的话 他又能够战线 又能够推塔 又能够支援 而且剑胜的支援啊 这边剑胜用了一个 剑胜风暴啊 想耗一下我的血量 我这边呢 也已经在用我的瓶子 现在我等级啊 到达了四级 但是这边呢 我没有机会杀他 因为四级的话 两级D 两级W啊 这个时候爆发是比较高的 这个剑胜现在走位呢 也比较的谨慎啊 再加上他的一直控制好 他的血量啊 人为毛皮运到了之后 他应该还有一个戒刃风暴 这边我再拨一下 然后啊 这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杀 他是有一个磨棒啊 然后有一个鞋子 如果我要杀他的话啊 他应该会秀一个戒刃风暴 就像就像现在 我这边A他一下 再A他两下 然后打完最后一个兵 我A了他吃了一下塔的伤害 又吃了一下塔的伤害 他这边吃了一个磨棒之后 我只要一个D 就能把他给搞死这边呢 我啊 一个D过来一下 他没有些漂亮 他没有些暴击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个位数的血量啊 再加上颜值下路刷了一个我非常想要的符 这一切的一切啊 都非常的精打细算 一切都来的刚刚好 那么咱们现在杀了剑胜一次 而且我要这个重点单杀啊 单杀剑胜一次 这个时候等级到达了五级 W到达了三级 剑面就现一个波扣掉了他六分 五分之一的血 剑胜啊 他如果要赚我的话 那么他如果硬要转我就是想把伤害全部打出来 那么他就有可能啊 在转停止的时候 会被我一个D 啊给D到就是还会减速 那么这个时候放了几次波之后啊 这个剑胜已经没有了血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兑现是吧 就已经是绝对优势 然后下路啊还刷了一个对我非常有利的服 这个服呢啊 我直播的时候很多同学还都不知道这个服 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惊讶 啊还有我这个视频底下留言啊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已经不再玩Dota了 但是还会看我的视频 这个呢 包括现在包括这个版本啊 包括玩家的人数 玩家的水平 玩家的对游戏 或者对游戏主播的一种态度啊 呃一切的一切的都表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游戏呢 已经越来越接近没落了啊 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实 但是咱们必须得学会坚守 是不是 正儿八经陪伴咱们青春的东西 现在正在走向没落 这个时候我又在单杀了对方的剑身 然后白牛冲过来正好冲了冰 然后就冲到这个牛头 我一个W把冰全部清光 用ART加 左键啊 表示我还有三秒钟 收了这个人头一次 非常有默契的配合 非常 技能放的啊 又恰到好处 收冰收人头 那么大家也不难发现 对吧 在五分钟的时候三个人头 然后我身上是有一千八百块钱 收了这个身上两千块钱 用一个波还可以再耗他个一次血量 那么刚才说到那个的时候 对吧 因为话题特别的沉重 我呢也不想把这个 这个东西说破 对吧 因为这个游戏没落了之后 啊咱们做解说的 做主播的对吧 也会就跟着怎么说呢 咱们其实咱们游戏没落 对玩家 啊 对玩家可能 还有点好处啊 因为 就比如说这个 玩家对吧 可以时不时的 回就回到正常生活 又或许呢啊 玩一下别的游戏 然后回来还可以 偶尔抽出空 又充了对方的剑射 对面的剑射 这一波 他是有大招的 对白牛还不知道 哎正好被他一个我想把他挡 那没挡住呢 这个时候我只能为他报仇了 最后一家普攻收走 那玩家的话 他是最最幸福的 其实呢 时不时的回来看看视频 时不时的回来看看直播 时不时的啊 还能够搞两把 对吧倒两把 但作为我们来讲的 你说 有时候确实啊 最难舍弃的真的不是多他啊 最难舍弃的 是一直看我视频的 就是现在的啊 每一个每一个你 每一个观众 这是真心话 因为这个 你可能是 性格啊 这个比较重感情 就说舍弃都他 对我来说 对我现在来说啊 真的不是难事 因为你看到所有的主播啊 哪一个没有接接触 这个 王者荣耀了 对吧 绝地求生了 都想怎么样 在另一个游戏中能够 就能够 转你知道吧 能够转游戏 知道不 都在尝试 就像那时候多他二一样的 很多都拉着自己的观众去打多他二了 我没说错啊 对吧 然后这个 也算是这个都在尝试啊 如果 这感觉自己多他二也没有 什么 玩不好啊 玩不好 就是说的那个 怎么说呢 说的直一点就是说赚不到钱了 这时候呢 只能回到又多多他一了 就这个东西是比较伤 玩家的 怎么说呢 但如果咱们现在在转游戏的话 其实倒还好 因为咱们这个提前说了 对吧 让大家呢也有一个准备 当然我只是说说啊 我只是说说 如果真要干嘛干嘛的话啊 那一定这个我一定提前半年啊 就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了 像咱们现在非常的尴尬 因为呢 虽然说玩家不多啊 但是这玩家确实现在只有你的视频看 只有你在认真做 啊 你说 是为了赚钱吧 你说这 是为了赚钱 才不要做多他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可以把我想成你们自己 啊 你就知道 你就能明白我的一点点感受了 可以稍微理解我一点点了 这边刚才这个上路 杀人没有用大啊 中路如果有人都还可以搞一波 没想到中路推他 就猛马这个英雄啊 他的 这个出 他的出装 他就是他的思路啊 不是出装 就是他的思路特别重要 重要 最重要一点就是分到细化的话 还是在装备 啊 很多人前期肥了 他可能会出个战鼓 出个密法什么的 啊 但是跳刀才是猛马前期 最最有 具有机动性 最具有杀伤能力 最最把它技能直接 转化成为伤害和控制剂的东西 你如果没有跳刀 你一个地啊 可能就地空了 你地空了 导致自己啊 陷入敌方包包围圈 啊 你没有跳刀 你地过去 你的大招也不好放了啊 地空的话 啊 所以说跳刀特别的关键 前期呢 你甚至和我一样 不要出密法鞋 为什么 密法鞋 人家出了密法鞋啊 打猛马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因为 萌马的攻速特别慢 当然他蓝也特别少 你密法鞋的话 你就很 就是 就只能多放技能 啊 当然在路人局里面呢 你这个 你一定要打出最核心的伤害 而不是放出最好的技能啊 你就这 你得记住了 因为你放出最好的技能 也只不过是一个大 一个地 的后续的伤害 也可能只有一个波和A两 普攻两下 你这时候萨尔萨尔死了啊 看白牛能不能从这个位置 能够大五个 非常 他们技能应该都用完了 我直接一个地 打到了四个人 然后要直接一个大 然后再一个地 第二 牛头 这还有两个大 牛头一个大 军团一个大 这波 这波这个有点那个了啊 咱们的谜团也跳到了 那么如果 萌马这个英雄出甲腿呢 对吧 出甲腿 那么又要细节化了啊 你得切甲腿合模瓶 有时候得切甲腿放个大 切甲腿放个波 然后 但好处啊 好处是 无限大 乘以倍数的 比如说你攻速上升了 你萌马最最缺的就是攻速 如果你是密法仙 你要打DPS输出 你要打出最核心的伤害 你一定得补个 封脸啊 当然 还有现在的新道具 对吧 这个 营业之金啊 但营业之金太贵了 而封脸呢 又提升伤害 对吧 这里一个剑射 牛头揪了他一下 给了他一个一 我这一个波应该是波道 但是没有死 我跳到CD 好跳过去 好剑尚 看现在没有走位 我直接一个波 非常漂亮 非常极限的波道 剑尚双杀 然后这边还有个牛头 我这边可以无限用波 直接一个大大猪 牛头过来会放一个一 我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不要送过去 最漂亮 只求不要送攻击啊 这波 呃 几分钟 死了两次 但是还好啊 因为我现在是 还是最肥的 我们优鬼也死了 然后呼啰啰啰给一个锤 迷糊团非常漂亮的用 跳刀走过了他的锤 这边没有军 没有大刀的军团啊 我们这个白鸟也挺会玩的 前期一直一直冲剑胜啊 这个干部课的节奏 掌握的特别好 那么咱们再来说夹腿和密法鞋的问题 那密法鞋呢 那肯定前期不管是这个打架也好啊 手塔也好压制也好 非常有作用 还能办 还是个团队装啊 但是现在的路人局 对啊 咱们只说这个实际上的啊 对实际对你有帮助的 就是说啊 其实其实这个密法鞋呢 这玩法不一样 如果啊 如果团队确实缺蓝啊 那么密法鞋和夹腿这个 你还是选的密法鞋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就前期本身就很肥了 对啊 咱们还补个点睛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萌马这个英雄他确实有点睛很不一样啊 夹腿点睛的话 你会发现他攻速特别的快 然后再配合上你的二技能你想一想 有攻速和没攻速加上二技能 这就差非常非常多 你有攻速和没攻速将二技能加个大招 这个又差的非常多 对吧 所以说这个夹腿啊 他的加成是无限大的 你装备越好 你攻速越快啊 你的你的这个伤害啊 就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你们的团队当中的核心 那么这样一来啊 就比如说一波团战你放好了一个大 然后队友没有呃 呃接好技能或者是大哥先被秒了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这个装备 你就知道 有多好了 再也不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啊这个时候我吃了一个双倍神福 啊对面正在推我们的下塔 我这边被发条导弹炸了一下 哎这方的居然选择了直接给我一个递 哎这个版本好像是改了 不能把它递到那个塔下了啊 直接他的框好像是加强了 还不知道怎么的 而这时候我没有蓝了 但我我给队友说一下 但我切下假腿又变得有蓝了 不过我们这个位置呢就不是特别不好 而且我们的优鬼好像被单杀了 我这里跳刀被打断 接上一个无敌斩 直接把我们的呃 迷团快斩死了 这个时候我一个波 迷团直接被牛头的一个一道F给收走 那这波团啊已经打不了了 这一波对面赚大了啊 这波对面赚大了 首先这个发条的勾 没有想到我一开始以为他很忙啊 但是这个勾确实挺好啊 基本上没有让我找到很好的机会去放 放一个大招啊 对面被我压制的很惨的剑圣呢 现在装备也还可以 特别是对面的骷髅王啊 已经在做这个电锤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优鬼复活了 直接给一个地给骷髅王 然后白牛呢是冲了对面的不知道谁 骷髅王直接没有命 一条直接死 白牛是冲了剑圣 剑圣没有装备 开了一个战果 这边如果他留不到的话 可以留一个小牛头 啊 点睛啊 就 你都是必死了啊 这个他大家说一下这个点睛 点睛呢 无非就是加快猛马的打钱效率 啊 以及这个前期啊 可以弥补上这个攻速的不足 虽然有假腿了 但是攻速还是很差 那么有的 有着点睛和假腿 这个时候你收兵啊 就尽量就不要用W了啊 尽量就是用普攻 加上E收兵呢也非常的快 然后啊 下一个装备 咱们选择什么呢 还是要看局势怎么样啊 可以走很多种路线 也有这个狂战的啊 也有这个大炮的 也有这个大垫的 就是我又没拦了啊 这就是 这就是 没有出秘法的坏处 谜团一个大 这个大大的还行啊 我来递一下这个 骷髅王看他有没有大 骷髅王是有大的 那这个时候 咱们再看一下怎么打骷髅王复活想 上我们的谜团 漂亮白牛的一个冲 直接把对面的骷髅王给搞死的 这波团我们 就是先手 而且呢比较容易看到对方的位置啊 所以比较好打 这白牛还在跟对方的健身搞来搞去 我先回家 补一波状态 我这边已经这个 哎呦白牛快被斩死了 哎塔打两下升一级 哎还差一下骨灰切下去漂亮 非常极限啊 这把我们的队友都属于比较会玩的 那么咱们现在就要卖掉我们 心爱的补刀服 这把补刀服 犹如神主 能够帮我 兑现 能够帮我清怪 还能帮我刷野 让我的经济飞速猛涨 打出了引刀 替换掉这把补刀服 你看这把补刀服的价值 就体现出来了 是吧 所以咱们 不要乱跟装备 作为猛马这样一个英雄啊 这个 为什么要出引刀呢 引刀加跳刀 啊 这个用法 非常的扭差 你可以引刀过去直接大 你也可以 大之前开引刀 就是说先开引刀 再跳大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好像 每波团你就有 你都有开悟的效果 单杀能力还强 又增加了机动性 而且呢主要还加了攻速 其实这个时候 14级啊 然后二技能加满 已经是属于有点输出了 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做任何一个输出装 啊 只是纯攻速夹腿 等金加引刀 然后跳刀的一个先后手 这样这样一个萌马 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半成品啊 已经能够 就是路线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那对面的剑胜啊 对面的剑胜啊 现在是属于这个发育不良 对啊 连半成品都不是啊 现在被我 这搞来搞去我们看上路 直接大了我们的萨 然后我们的迷他 反身回头一个 没有大招吗 被骷髅在狂砍 牛头也在白牛 直接冲了对面的军团 直接一波搞死了 然后被一个跳过去 大大三个 哎一下哎两下 然后一个波再 继续一个滴滴过去 哎最后一下杀死牛头 爆炸啊 这个对面在上路 直接打先手的这波团家 虽然说杀了我们的萨尔 但对面的剑胜啊 在中路发育这边 我给优鬼一个一 优鬼现在也三千八了 这个剑胜 不知道他下一件做什么装备啊 他现在这个装备就是说 这前期如果比较肥的话 做这个装备都大还可以 但如果前面被我压这么惨啊 做这个装备就有点脱节奏了 盖子木团如果他在的话 说不定就能秒到秒掉 多秒掉一二个人 这迷团就肯定死了 但剑胜这个英雄打架 如果完全不是收割体的话 他其实如果打打一波架 死一次他经济也不会特别涨 那么这波团团团完之后啊 我直接又是三千多块钱了 这么多钱 对吧 马上就可以更下一个装备了 现在一个武力战 没有战死白牛 开了现在红包 落荒而逃 这边牛牛头发条 好 把我们的白牛啊 放在里面给搞死了 对面这个 骷髅王啊 就是骷髅王打优鬼 挺要打的 又有一个吸血 又有个暴击 然后又有一个大电锤 啊 甚至单 单挑 都不怕 啊 就算吃他的这个荒芜效果 都不是很怕 加上有个剑胜 所以我们这一盘 我得肥起来 对吧 作为一个中单和中单转核心的萌马 没有选择啊 因为这萌马 如果就是密法鞋到了后期 首先 刷钱特别困难 这刷钱就很慢了 然后呢 再怎么样 啊 一波团战 你能贡献的 也就是 两个最多最多就两个大两个地了 啊 当然当然这个两 这边等一下 位置非常好 直接一个大大三个 双倍升幅特别猛 递过去 直接两三个 而一个牛头骷髅复活 一下暴击 再来一个剑胜 已经三杀了 我跳 哎 接着没有往右边走 我给烫死了 后面还有一个骷髅王 应该还有一丝血 过去拿一波 四杀 这个萌马啊 最后这是密法和假腿这种路线的区别 密法的话 无非就是密法跳刀推推 啊 再加个BKB 然后开始做刷新 那么一波团 就是等于说提前就是开始帮队友加益 对吧 但是都是路人 你有时候就是帮队友加益 他的输出还不一定能够 打的很那个很很漂亮很完美 那再加上呢 这波团打了5000啊 已经6000块存款了 再加上你这个 这样出装啊 就 就局势可以自己稍微掌握一点 因为萌马这个英雄 他的 二技能 啊 剑射很厉害 加攻击也加了很多 主要是这个装备 他成长性很好 啊 他到后期照样可以出个刷新 啊 还加上这么多的攻击装 所以我 这哎呀我操了 虽然我提前知道这优鬼在这个时候掉线 但是我还要说一下我操了 是吧这个 上把也是 这把也是 而且这把掉线的是个优鬼 这咱们 所以说现在现在现在这个大家打到他的这个氛围确实不是不是特别好啊 你首先这个 基本上 十把啊 你至少会碰到 两三盘开图的 那咱们做主播的 啊看到咱们在 哎有个鸟 看到咱们在直播 啊十把呢 运气稍微好一点啊 就是差不多碰到三四盘开图的 现在开 现在开图的风气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开图是怎么样啊 以前开图 呃别人在抓你 你在打野 哎呀 这下完了 这运气不好啊 被抓就被抓吧 到时候太明显了 是吧 这个 抓人的时候啊 开个屋有时候就是不发信号啊 跟着队友走 但是他知道人在哪 那现在开图呢 哎呀 啊 他们这样来抓我啊 我就提前走了 对啊也都不打了 剩空血 然后这个 哎呀 对面感觉好像也是图 对吧 既然对面是图了 我就 我就明着打好了 对吧 基本上的图到后面全是明图啊 就是 就为什么呢 首先啊 你肯定不能怪卖外挂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咱们先看这波团吧 这波团是先免了发条 然后这边要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团战 牛头走过来一个 走出萨尔这边一个大 我直接一个大 萨尔一个大 全部大招全部放掉 骷髅王 活了之后 哎呀我的跳到边跳掉 骷髅王不行的打我不行的打我 这边 直接引刀差点按出来 被建设一个斩给斩掉 这波团战 哇靠爆炸 虽然说已经打得很完美了啊 虽然说已经打的就是 但主要是诱鬼掉了 这边的诱鬼来守下塔 灰啊诱鬼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边他斩也斩过了啊 然后没有办法 然后就哎 这街神是 玩蛇 白牛冲他了 骷髅王 哇这一个暴击400度 哇 砍几刀就受不了了 那街神应该是死了 再把这骷髅王弄死 骗他 再给他一个地 A一下马上跑啊 又来A我了 再A一下换我 把他搞死了漂亮 所以说现在这个 你开图越来越多 就说明什么呢 一就是首先这个 呃 叫什么惩罚机制 不严厉 然后呢就 惩罚机制怎么说呢 现在严厉也没什么用啊 因为他可以重新注册 这就很讨厌 注册也没有成本 所以说这个 真要避免啊 嗯 应该是没什么办法避免的 这个 纯属啊 靠玩家的这个 自觉性 咱们这个 说外挂 外挂的问题啊 说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得说 虽然这个 这个话题是非常不好 不讨好的 因为你说一次外挂 你就多一批黑粉 你打一次外挂 你就多几个黑粉 对吧 而且人家是对你这种恨之入骨的 啊 因为我我看见外挂 基本上 基本上啊 我自己也非常痛恨 对 你总不能这个 避而不谈 对吧 因为这确实影响了我们正常玩家的 起码有50%的游戏体验 啊 因为外挂这个东西 拳图这个东西吧 你 你甚至打的有点 就是有点怀疑啊 因为你是抓人 这就什么东西都变得不寻常了啊 这个带线也带的不一样啊 打野也不一样 线上消失了之后 啊 去的地方 也不正常 所以说碰见外挂呢 你抓不到人啊 你只能打钱 还要防备抓 这个呢就是一般我们就再高 再职业选手啊 也也不一定能够赢过外挂 赢过开图 这边咱们做好了大炮 然后再准备做一个林肯 这先生直接被我几下普攻给A走 白牛也冲的 白牛这把算是很可以啊 我们这把队友基本上都很会玩 好A仗了 这一波的话和上一波啊 就很好打了 首先啊 咱们是进攻防 我们我们两边都有先手英雄 这边他们可能准备手发条的导弹的那个 炸的方向啊 应该是他来来 应该他是他快来了 这边我直接引到绕塔号看一下发条的位置 可能他们死了一个 哎啊没有他们可能他们死了一个队友不敢打 但是 现在他们应该是觉得我们掉了一个优鬼啊 这种 团是很容易让他们过来接的 那优鬼出了一个灰药啊 他开大也有很多作用 这边 我看BGB有针眼 米团直接一个大 加攻击挺着我打 还有这个骷髅王等他一条命先去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什么情况 先不着急把这个发条给干掉 最后一个拨 拨走之后 剑胜一个大 然后这里 该我发挥了 没有地道人 没关系 一个大招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A死一个 一下 两下 三下 一个拨又A死一个 三啥 这个输出非常的恐怖 如果我是一个B法跳刀推推的话 甚至再加一个BKB都不能挽回这波团战 所以说为了避免一切所有你意想不到或者你想得到的情况 还是走啊核心路线的萌马吧 又大哥掉了我来扛 大哥滑水了 我还可以去顶记大哥的位置 又可以当肉又可以当输出 还可以当控制 这边林肯做好了啊 林肯做好了 不怕剑胜斩 不怕骷髅王锤 不怕对面这个发条勾 更不怕军团像刚才那样的先手大 那么出到林肯之后呢 大家也看到了 啊我的这个六个装备装备栏呢 已经填满了 接下来如果再卖的话啊 咱们要要这个 舍弃一件陪伴我更久的啊 为我加了这么多公诉 为我加了这么多额外的经验啊 和经济的这个点金手了 一个补刀斩 一个点金手 为我创造了更大的价值啊 这个把它卖掉了 这个点金手 少了点金手之后 咱们还需要补一件装备 对吧 但是下一件装备呢 咱们要看这个局势 看到底是BKB咱们是不需要了啊 咱们现在呢 需要一个龙心 对吧 因为我现在还不够肉 龙心之后呢 他还 因为萌马是力量型英雄 萌马呃 龙心还加力量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扛塔扛 就是扛了塔啊 没人攻击你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掉血了 然后呢 续航能力也变好了 血量呢 也更上去了 那么这样一来啊 咱们变得更加的有输出 更加的肉 甚至呢 吃一个健身大啊 或者呢一个军团大 或者呢 跟骷髅王啊 顶着骷髅王A 因为咱们没有做好龙心 现在是个半成品的 这个血量已经达到了2800啊 近3000的血量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白牛可能要被骷髅王和牛头给弄死啊 白牛这个装备非常恶心啊 他是一个暗影斗篷再加上一个呃 脚械啊 白牛是很克很克骷髅王的 因为白牛这个英雄 他不管骷髅王是什么装备 就盯着你A 啊 加上自己有闪避 有这个被动 能把骷髅王搞得不要不要的 这边又是一波啊 哎呀 没有把它推过来 又是一波即即将啊 发生的团战 大家都在尝试 尝试着去 又搞来搞去 对吧 先把这个发贴给搞掉 迷上一个大大大的骷髅王 当然骷髅王 这一波有大大 我需要找一个位置 来接下一个打 但是这边牛头直接放大了 我这里也有是一个大 不管了直接跟他拼骷髅王 没有第二条面漂亮 然后一个健身给我搞来 快去看见任风暴 我直接跳到靠过去一下 一练 直接死了 你看这波团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团啊 如果这波我挂了的话 哎又是一个恢复 你看看 这波团如果我挂了的话啊 就很难打了 我们现在龙心也有了啊 六神装正儿八经的六神装 那么不要忘了啊 还有一个非常有内涵的装备 咱们上一期视频也说了啊 如果把那一件另 那么内涵的装备也做出来的话 那么咱们就是啊 隐藏在状态栏的第七件装备 对吧 叫做银月之金啊 简称月经啊 人游鬼打打眼还还还不错啊 游鬼掉了之后我们忍辱负重 对吧 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力 我们用我们的团队精神 用我们短短在三十分钟内 形成的彼此之间的默契 打团的 不管是打团的先手 打团的后手 团战的位置 站位以及啊 谜团 就谜团针对的人啊 各自有各自的针对的人 你看这就是魅力所在啊 是不是一款这么好的游戏 在没有任何推广的情况下 坚持了十年十余年 也差不多 对吧 我们应该 为之骄傲啊 不应该开图 去破坏游戏的平衡游戏的环境 但是这个东西啊 也是也只是说说而已 对吧 我们涛哥海涛 不读不挂素质游戏 也说了这么多年了 但是 还是没有 没有用啊 没有彻底对吧 我们真的这个游戏 我们应该为他骄傲 没有了DOTA 这样的MOBA类游戏 就没有了英雄联盟 没有了英雄联盟 可能就没有王者荣耀 是不是 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啊 可以说 DOTA把电竞啊 推的很远很远 真的想不明白 还有那些阿比懒子在开挂 你看我视频不行吗 对不对 真正帮助你的提升的 是不是 就这些猛马上期活女啊 港港的都做的 你正儿八点的捷径你不走 对不对 一定要这个这个走偏门啊 这边我们打个肉山 但是他们对方呢 已经把线推过了中路河道 而且啊 大导弹也炸来了 就算这个导弹不炸来 我也看见中路带线的那个红点 已经往右往下面走了 所以呢 我拿分身去看一下 这边也看到了一个军团 我这边可以打三个漂亮 没有到军团那没关系 牛头 牛头这边 哎我这边在卖一个林肯挡住的军团大 这边民团有没有跳下来 没有关系 我哥直接给他单挑几下 把他拍死 然后再来一个没有到处装 漂亮 再最后一下 还有一个接身之波 我已经疯狂 杀戮居然杀了四个 我这里还有一个一 我 我操了 高手粉末啊 我的江南江本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呀 哎呀妈呀 这一波暴走啊 这一波 杀剑胜 啊 纯属技术流 纯属意识流 啊 这一波稍操作呀 也是可惜 这个刀杀现在这个极井都没人做了 不然的话这这波绝对TOP10了啊 啊 这边我们的 非常有内涵的第七一件装备 银月至今正在运送的路上 等咱们拿到那一件装备之后 才能真正让对手感到恐惧 在没有优鬼 没有纯核心优鬼啊 在他掉下的情况下 我们一波团战 而且拿掉了对方的中路高地 这时候先不要引刀啊 先把这件神装神器拿在手上 哎对这白牛已经死了 现在这个暴击啊 咱们就 咱们就不说暴击了 咱们就谈公诉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公诉啊 等可以说这个 等于说 常年开封脸了 感觉上像 感觉上像这个常年开封脸的公诉 但是为了拿到 为了有一把引刀啊 这边我爽一会儿 就可以就会把它给卖掉了 我们现在的攻击暴击 已经达到了一千多 再加上这个公诉啊 在大刀时间内 可以打出沉吨的伤害 所以说这样一个萌马呢 这个非常的暴力 也非常的好玩 要比这个推推什么的实用多了 那就是因为啊 呃我们前面确实 这对线打得很好 然后呢 慢慢的滚雪球 这边我把引刀卖了啊 啊 先带上TP 然后再做 可以其实可以做一个 冰眼 啊 冰眼呢 加三维 还有一个对对面的 骷髅王剑圣什么的 发条军团近战比较多 所以咱们做一个冰眼啊 现在冰眼也加强了 三千七百的血 对面到现在还想来尝试 推我们的对面有盾啊 推我们的中龙二塔 那么这一波啊 不可能不结 这波团战是不可能不结 霍鲁王用他的锤子破了我的这个林肯 但这边我们好像有点少 这个机会看看又被开大的 断了他们所有人的跳 先把他一个盾打掉 这边牛头牛头快 先把这一个军团往一下暴击直接死 然后来单挑这个骷髅王一条命给打掉 下面是发条和牛头 还有剑圣在这边 我直接一个大呀 剑圣也开出了他的无敌斩 不过没关系 先把这一个骷髅王给弄死 然后居然敢敢打我们的白牛 这一波我必须让你知道是 哎他顶刀了 我们好像没有反应道具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先去这个下路收拨线 然后呢再把这个冰岩给买出来啊 就可以集结一波醉醉醉醉 哎呦我们的街神还还估计 要把这个仨给追死 我们四个最最精锐的部队 再加上一个吊天幽鬼啊 还可以用来给他开大招 然后再配上我们最精良的装备 这一波团战啊 这一波高地 咱们势在必得 这一波团战他必须得赢 对面五个人 这个一个没有BKB的猛马 是非常好克制的 随便谁啊 来叮嘱我 然后再出一个 什么那个天堂之己 啊 甚至 对面的这个牛头啊 一直来一直来就是控制就给我啊 刀就给我 比如说这个人多打人少啊 他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不管什么阵容啊 都是绝对性优势 装备就多六个 技能就多四个 对吧 对吧 然后 不管是打团带线 永远啊 都是人多的优势 咱们现在就是靠着靠什么 靠着大招啊 靠着机动性 靠着技能的释放 虽然说我们 在优鬼 也就是个优鬼 对吧 如果是别的大哥掉了 那就真的掉了 优鬼呢 在这还能开大 看他开大呢 这伤害多少不算 但他至少 对吧 能够把对方的这个跳刀 全部给打断 就对面发条啊 这把这个 就是因为前面经济太差 啊 这发条也很克进战的 哎 这波骷髅好像是直接冲到我们人堆里了 白牛强袭 我这一波 剑胜无敌斩 直接想斩我们的这个 呃 谜团 然后这边 他又想来搞我 比如这边弄来弄去 搞来搞去 直接死掉 然后这一个骷髅王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这一波团战 简直 我们像坦克车压 小汽车一样 把对方给碾压 强袭的白牛 有大招的 萨尔加上谜团 再加上一身神装的 猛马 对不对 你 怎么能够守住 这一片 小小的家园呢 只能看着我们 只能看着我们 呦呦 跳大了 没有跳大 简直已经引刀过来了 对吧 只能看着我们 对他们防御塔 肆无忌惮的 柔令吧 一刀砍死 对面的 发条 这牛头出了刃甲 哎呦 算是非常聪明了 我再一刀砍死牛头 再过去 一个大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五下 砍死对面的剑圣 我他妈到底有多门 我操了 这个双十一之前 发了三部视频 这个过后大家可能 要稍微让我缓一缓 再发视频了 啊 但但没关系 大家可以这个这几部视频 都很经典 也很精彩 对吧 大家可以来回的看啊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广告的地方 更得来回看 知道不 广告啊 他他是把所有 要告诉大家的啊 这浓缩在一起 包括每天的抽奖呀 优惠券呀 大几百大几百的送啊 这成千上万的送啊 这个二十台iPad 两台iPhone8 再加上两个电竞椅 广告环节就要来了 你舍得关吗你 我们双十一台活动 是从十一月九号到十一号 那么这就是我们九号的抽奖环节 在活动当天 下单的买家中送出一份一千元的现金红包 和两份五百元的现金红包 当天早上十一点 晚上八点 晚上十一点 每个整点一元秒杀一百元 无门卡优惠券 那么当天下单的顾客当中抽取一台iPad 当天早上十点 下午四点 晚上八点 三个时间段呢 会有十块钱的无门卡优惠券 每个时间上一百张 这就是大家拼手术的时候了 然后当天第一位 第六十六位 第六十六位 第一百六十六位 第二百六十六位 以此类配至一千六百六十六位 我们会送出 我锅大礼包一份 等等等等 你这个也太抠了 你做视频也五年了对吧 得送舞台 舞台 行不行 纪念一下 可以 好 那就是说定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十号的抽奖环节了 活动当天在下单的买家当中 送出临时店年卡一张 这个年卡呢 每个月送你一份大礼包 送十二次 每个十二个月 然后当天早上十点 晚上八点 晚上十一点 每个整点 用一块钱就可以秒杀到 一百块钱的无门卡优惠券 然后当天十二点 十三点 十九点 三个整点 送出二十元 无门卡优惠券 每个时间段呢 五十张又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当天下午一点 四点 晚上九点 三个整点 第一位 下单的顾客免单 第二位 下单的顾客半价 当天第一位 第八十八位 一百八十八位 二百八十八位 以此类推至一千八百八十八位 送出拉面大礼包一份 那你怎么做四个儿 我有故事要跟大家讲 对吧 你做视频做了五年 送五台iPad的 那么我在视频中也出了出兴了五年 要不要送五台iPad的 要 那么会不会有第六年的 有 那么这就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抽奖活动 活动当天呢 在下单的买家中 送出一千一百一十一元的现金红包 当天第一位下单的买家 送出八百元的现金红包 当天第十一位 一百一十一位 二百一十一位 以此类推至 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位的顾客 送出全球十种最好吃的泡面大礼包一份 当天一点 十点 二十四点 每个整点用一块钱就可以秒杀 五十元的优惠券 二张 当天十点 十二点 十六点 二十点 二十二点 每个十六站呢 送出十五元的无门卡优惠券 五十张 然后免单 当天每个整点的第一位下单的顾客 给你免费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收取一位很幸运的粉丝 然后你的订单呢 不管多远 我都这个亲自动货上门 搞危机 那么最后呢 这个 因为做视频有五年了 然后大家呢 也看了很多年 这个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双十一 来给大家出视频 这个 我呢 坚持做视频不容易 大家的这个支持呢 和坚持也更不容易 所以呢 就决定在双十一当天的抽奖活动当中呢 再加送十个iPad 也就是说我们临时间呢 一共会抽取二十个iPad 然后看完了视频之后呢 啊 大家在无聊的时光 可以来虎牙频道90358 来观看我的直播 而且呢 在双十一当天 直播还会抽出电竞椅哦 是不是非常的心动 那么 啊 十一号见 我们这个 视频呢 也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也下期再见 拜拜